大家好 我是唐琪 又到了我们年运时间了 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上半 白羊座的朋友 你的运势如何 在经过了2018年 最重要的一个星训 对白羊座来说 那就是天王星的移动了 它将会在5月移动 但是在5月之前 我们来回顾一下 天王星过去7年 在白羊座所造成的影响 过去7年下来 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 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 自己是孤独一匹狼的感觉呢 的确在过去7年 你走了一条别人不会走的路 那当然经营出了相当鲜明的 个人特质跟风格 那这个也是你未来 要行走江湖的一个标志 你已经成为独一无二的你了 那么这个符号或这个mark 就带在你身上 不管被看好还是被看摔 我相信你都是无怨无悔的 不过我不觉得你会被看摔 首先你应该也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你来说 这是你展现自我的一个好机会 那么在过去一年奔波的很辛苦 可是你也学习的很过瘾 还有十月之后木星的移动 是不是开始让你觉得有一些狗屁 稻造的事情都进来了呢 之前很可能还是有人跟你过不去 之后是有人在钱方面跟你过不去 或者是你很可能会开始执着于生死的问题 亦或是可能有财务危机的爆发 危机可能是2018年一个最重要的符号了 我们常说危机就是转机 的确在新的一年当中呢 如果你遭逢任何 好像要把你往死里推的危机 某种程度它正是你改变的契机 所以不要感到害怕 这一年要考验的 就是你的临场应变能力 或者是你是不是为了你心中的正义 能够牺牲奉献到什么程度 你的牺牲奉献在新的一年 会成为你心的一个辅马 也就是我们很佩服你 或者是很肯定你的地方 白羊座尤其是以斗士和战斗力闻名 我相信在2018年你会因为你的愿意 身先士卒或者是在危机的处理方式 处理太好了而扬名立万 那么新的一年因为木星的影响 你可能会跟死亡有关 比如说周遭有人过往的这件事情 你会特别的有感觉 亦或是你也会开始联想了 死后的一个世界 你怎么面对死亡 或怎么处理遗产的问题 或者是这方面的讯息 你特别的在乎 通常这也意味着人们的心中 是想要变化的 是想要重生的 所以当你开始对死亡这件事很感兴趣 其实也代表你搞不好 很想来一个大大的变化也不一定 那么此外健康 或者是跟长官有关的事情 也是上半年你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首先跟长官有关的事情 因为土星的来到 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有压力 以前长官总是任由你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是此时此刻 你有一种机会被紧缩 或者是长官总是把最辛苦的case给你 或者是要更上一层楼 不是没机会 但是真的要做苦工 或者是真的很辛苦 亦或是你的长官自己都有难了 自然也照不了你了 所以你是不是在一个 岌岌可危的传统产业里呢 或者是你的老板是比较传统类型呢 你是不是也要因此做一下心理准备 比如说有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 你要去思考一下 除了上司的问题 其实上半年也是你事业大有展望的时候 比如说从一月开始 出国就已经出不完了 跟2017年一样非常非常的奔波 而且都是突如其来非常短程 或者是工作量非常大的一个情况 那么到了三四月的时候 你的长官可能也会突如其来的 有一些命令 让你非常的忙碌 或者这段时间你升官升得很快 那么到了五月以后 你的粉丝会变多 或者是你会被派去做一些业务 换业绩的事情 所以以工作上来说呢 上半年可以说是马不停蹄 非常的有斩获 但健康方面 我就不得不提醒你了 因为你的压力是很大的 这些压力呢都是埋在心里 而且你最近有点慈悲 所以你来者不拒的结果呢 就是你其实是会有过度负荷的一个状况 所以也许会有一些恐慌症啊 比如说睡不好啦 或者是什么气喘啦 然后身体哪里怪怪的 肩颈很有压力或头很痛等等 这些状况一旦出现 你就知道你应该好好休息 或不应该再这样奔波了 还有如果很劳累的情况下 或喝酒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开车 其实会对你造成一些伤害哦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因为我刚刚说了 你在职场上是非常的红的 所以职场恋情跟某一些大人物 跟一些名流都会有所接触 在上半年会有这一类的恋情发生 如果有机会的话 彼此会擦出火花 那么可是到了五月以后呢 这个火星又帮你打开了一扇 人际关系的大门 比如说你可能到了某一个陌生的圈子 又认识了一大票的人 这里面说不定也会有你很欣赏的类型 而且对方跟你是属于不打不相识 你们彼此因为欣赏对方的 很特别的地方 或讲话很爽快的地方 然后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说不定以后就有交往的可能哦 还有对于有对象的人来说 你的感情也很可能会成为大家八卦的想法 尤其是水星在三五月的之间 会停留在牡羊座 而且有逆行现象 这更增加了别人 翻你的过去恋史的一个状况 所以遇到新的对象 越诚实是越好的哦 那么在金钱方面呢 金钱有大进大出的状况 尤其是在创业方面 如果你很有想法的话 的确会开始投资不少金钱 在你的事业体 或者是在你的穿着打扮 体面的事情上 在金钱方面除了事业上的投资 可能让你觉得花费不少压力很大 可是你有地方可以赚回来哦 那就是投资或者是合作 由于你展现了合作的善意 那我相信就会有很多金主 是愿意捧着金子来找你 他们看中的是你的能力 而且他们可能会继续的给你一些压力 你可不可以再开发多一点呢 你可不可以再做一些转变呢 那相对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顺利的完成变身 而且你也顺利的赚到金钱 尤其是从去年十月开始是一波 到今年的五月又是另一波 我相信透过这两波的这个合作的碰撞 你会离钱越来越近 而且这一波你离钱越来越近的过程 也会顺利的打开你金钱的格局 纵上所述呢 其实我觉得2018年对白羊座的挑战是 他2017年告诉你 你不要惹到别人 别人也不是简单的角色 或者是跟人斡旋互动 可以影响你的生命的发展 那么到了2018年 你会充分的感觉到金钱在你生命中的力量 或者是生死议题 或者是危机在你生命中的力量 我们说危机就是转机 2018年正式充分展现这一句话奥义的时候 舞杨座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